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而且曾老师也带了另外一个朋友从中国来的 没错 昨天才刚刚到而已 对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东方快车 而且是个旅游专家 Jenny 李景 你好 大家好 我是Jenny 今天我们要很特别 因为我知道我们要讲的是西藏 西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古老的国家 没错 我去过 你去过了是不是 对 那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一生 如果能够去一次西藏 我觉得你就是好汉 就没有遗憾了 没有遗憾 而且什么是好汉呢 因为我们到了西藏以后呢 我上次去是坐火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七八年前去 还没有这么豪华那么高级的东方快车 然后我坐火车 坐到西藏 应该是坐到拉萨吧 应该我坐火车 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 那时候那时候青藏铁路呢 可能正在修 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坐到西宁 那一段坐飞机上去的话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到西藏的话呢 坐飞机上去的话 海拔可能会让你受不了的 对 因为是从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想你可能直接飞上去 没有错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 然后我就很兴奋了 到了西藏 我多么向往的地方 我要去布达拉宫 下了飞机我就蹦蹦跳掉 非常开心 然后呢那个导游看到我说 那个曾老师 你慢慢去 放轻松 放轻松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好像感觉很神秘 我就是在看旁边是不是有东西 不能跑不能跳 他说不是 他说一会儿呢 你会这个心脏会负荷不了 你呼吸会什么 我说会吗 然后我就开始 好像很小心 这是一种高原反应 对 然后呢 可是我第一天过去了 没事 第二天过去了 没事 然后第三天呢 爬布达拉宫的时候 也没事 可是问题是我爬不上去 然后我先生跟那个导游在后面呢 推着我上去 然后那时候 那边好像也有那个坐轿子的 然后呢 因为坐轿子 我觉得蛮恐怖的 所以我还是宁愿慢慢的走上去 当我走上去到这个布达拉宫的时候呢 我感觉这个我是一条好汉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很难得 的确很难得的经验 沿路的这个美景 尽收沿地 是不是 漂亮的不得了 今天最主要就是要介绍给大家呢 中国的东方快车 而且听说这是中国唯一一个最豪华的铁路 那东方快车最早在1889年的呢 是欧洲第一辆东方快车开行 那这辆东方快车开行的时候呢 它是欧洲的贵族特享的一种旅游方式 那这个东方快车呢 它的那个贵客啊 有那个伊丽莎班女王 然后还有戴高乐将军 这样的达官显贵 在开行东方快车到了上个世纪的时候呢 英国人认为东方快车只有开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才能称为东方快车 对 所以呢 英国政府呢 就致电中国 希望能够中国打造一辆东方快车 那么中国政府当时呢 授权铁道部 打造了这样一辆 那这个车呢 也是沿用了这个欧洲东方快车的风格 那么颜色上呢 就是选用了中国传统的红色为主 那么这个东方快车呢 最早的时候呢 是承接着这个国家领导人专列 还有这个外国使节访华 那么泰国公主 还有这个 元首级的 最还有资格坐上东方快车 可能大家熟悉的比尔盖茨也坐过东方快车 哦 他也坐过 哦 是 现在的这个东方快车呢 还是这个承接着国家领导人的访问的任务 那么这个 这趟火车呢 在全世界一共有四趟 四趟车被称为东方快车 那么中国呢 是其中一辆 中国东方快车 它的英文叫Shangriela Express 香格里拉 对对 叫香格里拉 哇 一听到香格里拉 我就觉得太豪华 太顶级了 这个车呢 是在这个 就是全世界呢 一共有25条豪华火车旅游线路 那东方快车呢 是名列前十的 东方快车的机械呢 是德国奔驰公司造的 它主要的这些零部件 都是由德国来造 火车呢 它上面的包厢呢 我们都是选用的红木的 门的把手呢 都是镀金的 两人包厢的这样一个形式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包厢啊 最好的了 软卧的是四人的 那东方快车 一直是一个两人的包厢 它有个大窗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窗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那么其实这个车呢 如果要讲特点来说的话 就像一个移动的宾馆 它主要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移动式的旅馆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馨 而且呢 这个东方快车 它开行的线路 都是世界顶级的这种旅游线路 但是世界顶级的旅游线路 就存在着一个 沿途可能是带开发地区 比如说中国的西北 大西北 然后再有的是青藏 那都是中国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 那么你交通不是很发达 然后酒店呢 这些设施也不是很好 那么整个走在东方快车 坐在东方快车上 非常舒服 那如果提到东方快车 它有什么样的这些设施的话 它不光是有包厢 在车上可以有酒吧车 我们有钢琴师 还可以请酒 对 然后有钢琴师 还有钢琴师 现场随行 全程都会有钢琴师 在那边演奏 听说还可以唱歌 卡拉OK 对 我们还有卡拉OK 还可以打麻将 我觉得好像所有的 这个华人朋友 喜欢做的事情 火车上都全包了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听说 它这个厨师 也是顶级的厨师 没错 这个火车 它的餐食是很简单的 那东方快车的这个餐食呢 它是由国家特级厨师 是现场烹饪的 现场烹饪的话呢 可能这还 这个还不算 特别有 怎么说呢 有意思 如果你要是知道 我们是 都是选用当地的食材 就是火车开到什么地方 在当地选用食材 然后去 因为国家级厨师 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火味 中国的领导人 他的口味会比较 也特别一点 所以它是新鲜做的 对 而且是配合当地的食材 对对对 所以有当地的口味 当地的风味 对对对 是的 而且是四个人一桌 我们会让大家 能够品尝更多的 这样的美食 所以我们选用了 八菜一套 四个人可以享用 八菜一套 对对对 这太奢华了吧 对对对 所以你不但 坐得很舒适 因为你 它采用的这个引擎 是奔驰的引擎 对对对 然后呢 它的空间 非常的宽广 而且一般人 对火车之旅 都想象着说 我需要到 经过这么荒漠的地方 可能就是要遭遇到 什么风沙 干旱 可能要好几天 不能洗澡 但是现在完全都没有 这个情况 对 因为东方快车呢 它配备一节 淋浴车厢 那这个淋浴车厢的话呢 是去年刚刚打造的 新的淋浴车厢 是八个 就在这个一节火车上 一共有九个包房 每个包房是里外套间的 干湿分开 里面是冲凉的地方 外面呢 是化妆休息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这好像两个世界 外头是一个 荒芜的世界 然后但是风景很美 但里头是一个豪华的世界 很舒适 很舒适的 然后我们沿路 欣赏了这个风景 然后会停靠一些 很特别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到达了西藏 就刚刚刚曾老师讲的 我们会去很多这种 大家可能在照片上 才看得到的一些风景的 非常漂亮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 坐火车是慢慢慢慢的上去 所以你会慢慢慢慢的 适应那边的环境 你就不会有什么高山镇 是是是 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这种 所谓的豪华级的 移动式的火车之旅 算是很流行的 没有错 那我们新年华 是不是有推出 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没有错 今年呢 我真的很开心 今天呢 特别大老远的 从北京找到新年华 加起呢 来推这个行程 所以呢 美女主持人呢 可以跟着曾老师呢 可以6月7号 去这个西藏 这个行程 曾老师带大家去 12天的行程 12天 那我们会有几天在火车上 其实我们在火车上 住的很小 因为我们是让大家 能够感受一下东方快车 剩下的时间 都是在当地最好的酒店入住 所以也是很天气 非常的天气 安排大家在酒店里面住宿 可是我们又可以沿路 欣赏到火车上面的风光 对 这比坐飞机来得好 然后呢 也比坐这个车子来得舒服 对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西藏这条线以外呢 我们会有这个 思路这条线 所以在6月7号 跟着新年华假期 跟着曾老师到西藏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9月1号呢 跟着新年华假期 跟着曾老师 我们一起到思路做中国最豪华的 中国东方快车 好 所以呢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就要请曾老师 还有请建妮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种另外一个 大家非去不可的行程 就是思路之旅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我的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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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